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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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GTV 那今日のシリーズは 日語輕鬆學 今天的系列要教的是 日語輕鬆學 ちょっと寒いですね 今天有一點點的 對不對 那不囉嗦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這個系列 那這個是老師在上課的時候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那我就拿出來教大家 好不好 那也許 你沒有學過 或是你曾經有這樣的困擾 但是還是可以一起學習看看 學習新的東西 好 那首先 這次要教的是 來去目的語 來去目的語 首先是來去目的語的部分 那這是幹嘛用的 通常在初學者 學日文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很大的 尤其是剛學完動詞之後 他們開始在 學習新的語言 新的文型的時候 他第一個會有一個 很容易陷入的一個問題 他很想表現自己的想法的句子 所以他會想說 我要去哪裡玩 去哪裡唱歌 去哪裡找朋友 他會同時在一個 他們會同時在一個句子裡面 一個句子裡面出現 兩個動詞 一個句子裡面出現 兩個動詞 當一個句子裡面出現 兩個動詞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一個動詞 要變形 所以呢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講 來去目的語 OK 好 那我們要講 先講到老師的施防口訣 要學好這個文型很簡單 你只要照著老師 教你的口訣來走 那照著你的 照著我教你們的口訣來走的話 你們基本上 基本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這個位置比較好 好 那口訣的話呢 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中分排日並 中分排日並 這個字呢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是中分排日並 要記得這部分的口訣 中分排日並 我的口訣記好 記好 幫你一聲受用 好 開始說 第一個 中的部分呢 句子要中文化 中文化 那對華語圈的同學們來講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的母語就是中文嘛 好 那開始 我們要去台北 好 那先講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呢 在初學者 當他 這邊 當他剛開始呢 學會 我要去台北 所以一開始啊 我們都會先講一個主題 對不對 這個主題就是誰 欸 那你在我 那你在我 沒關係我自己弄 自己弄 好 我把它塗滿 我記得他可以自己塗滿 好 沒有問題 好不好 好 我的話是個區塊 再來呢 我們中文 去哪裡是個動詞 對不對 這也是個區塊 這區塊呢 也是一樣 如果你覺得 欸 想說來去目的語的時候 你一定會出現這個詞 那這個字出來的時候 你要想它 就是一個動詞 那一個動詞 再來呢 這一塊 台北 台北 台北的話也是一樣 我其實就是 台北的話 就是一個名詞 所以你看 這個句子裡面有主詞 我 要來去哪裡的 動詞去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名詞 台北 台北幹嘛用的 覺得它是幹嘛用的 當然它就是目的地 對不對 最後我們要去這個目的地 我們要幹嘛 做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呢 當然就是 玩 對不對 play 對不對 我們就會一起在那邊玩 玩 來 分的話 分總類 這個部分一樣 我用紅筆來講 紅筆 好 好 這個好了 第一個 我的部分 我的部分呢 是一個 主語 對不對 它是個名詞 它是個主語 所以呢 這邊呢 它是N 它是一個名詞使用 再來 藥這一塊呢 其實 更重要一點 它在日文裡面呢 這個藥的部分 基本上它不顯示 不顯示 不顯示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在放在巨尾才會講 等一下再說 再來 這個去 拉出來 它是什麼詞 動詞 再來 台北的話 很明顯的 好 台北的話 是一個地點 也是什麼 名詞 再來 玩的話是什麼 動詞 所以你要記得喔 你先講一句話 我要去哪裡玩 我要去騎車 我要去看朋友 然後去跟朋友約會 通通都是一樣 你都會有去的這個動作對不對 只要有去的這個動作 你就要記得 它是個動詞 然後呢 還有目的嘛 目的也是一個動詞 所以它總共會有 一個動詞 還有呢 兩個動詞 所以你的句子呢 會出現兩個動詞 但是兩個動詞在句子裡面 不能並存 一定要變化 那怎麼變化我們跟著走 好 所以我們記中分之後呢 怎麼樣 再來我們要排 好 開始 順序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 它是跟台灣 跟中文不太一樣 那中文的部分呢 基本上 動詞啊 都會在名詞的前面 但我們這邊不一樣 我們這邊的動詞 會列在句文 你要記得 日文的動詞都在句文 所以呢 一樣 先排順序我 名詞一樣在前面 台北的話 第二個重點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這邊的話 就是個目的地 欸 非常好細喔 好 目的地 不是目的 OK 好 再來 目的呢 就在這邊 你要幹嘛去玩的 Play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目的 好 好 目的的部分放在這裡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完 完的話呢 也不是最後一個 講錯 完的話呢 是目的 去 最後一個是去 去的話 還要放在句文 那我剛剛講的 這個要 這個部分 什麼時候表現 去文的時候表現 因為呢 你在學動詞的時候 一開始 一開始 學過什麼什麼 對不對 還有呢 什麼 要去或者是怎樣 不要去 好 通常都學這些東西 那不管是 或是 基本上 老實跟你講 這個東西 都很好用 那現在就是不要 所以 如果說我不要去 台北玩的 句文就是放 就好了 好 再來 下一個 好 再來日 什麼叫日 文化 所以呢 這個日的部分呢 我們先看他日文化的部分 好 那我 台北玩去 要 這個是日文的排列方式 主題有我 對不對 目的地 台北 目的玩 去的話 行きます 放在這裡 去 要的話 要不要從句文來的決定 所以日文他沒有講完 你不會知道他在講的東西是什麼 那一樣 OK 所以呢 這個部分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呢 你一定要記好 好那我們再開始來看 所以呢 我們再看 第一個 看一下喔 我的話 相對應的 日文 幫你寫好了 台北的話 相對應的日文 台北 OK 再來 玩耍的話呢 遊びます 放這邊 位子一樣喔 去的部分 放在最後 所以記得喔 日文的動詞 最後一個來去 只要裡面有 句子裡面有來去語的話 在初級的日文這邊 他都放在後面 行きます 放在這裡 那你這邊 排列都排好了對不對 mask呢 記住 你要的話 就是mask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剛剛有頭講的是什麼 是masen嘛 對不對 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用的是masen OK masen 好 好 那這樣子可以嗎 沒問題 下一個 我們來看下一題喔 下一題呢 和病哪 不是生病的病 OK 所以中 分 日病 好 再來病 第五個 台北 私 台北 遊びます 行きます 要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我們和起來會變什麼 私 好 和病喔 我現在開始來寫 第一個 它是什麼詞 名詞沒錯 但是它是個什麼語 它是足語 所以我們以前叫過 足語後面的助詞 用的是 哇 沒有錯 因為你這個後面是台北 台北也是一個名詞 那這個名詞的時候 名詞跟名詞 不能直接碰在一起 要加助詞來用 那這邊 之前講過 助詞的話用這個詞 它念說 哇 它不是 哈 或者哈 它不是輕音 它不是單字 它是個助詞 所以要念特別的音 所以 私は台北 遊びます 先不要理他 看到這裡有一個什麼 行きます 行きます 出來的時候呢 你這裡呢 助詞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A 放在前面 有行きます 有目的地 就會有A 這樣記得嗎 所以遊びます 就是放在這裡 一樣 但是動詞跟動詞 它並不能夠直接接連 所以它怎麼辦 它要做一個取神 什麼取神呢 它要把 它要把 它要把一個動詞 把它改變 改成名詞化 那怎麼改成名詞化 很簡單 masu 把它畫掉補掉就好 畫掉之後呢 再加上一個 主詞に 這個部分 等一下 所以呢 這邊就要寫著に 這樣子呢 我們的句子呢 就已經完成 所以會變成 私は台北遊びにします 來一起唸 どうぞ それはね 私は台北遊びに行きます 就是我們中文的 我要去台北玩 因為要在這邊 在後面 要呢 有這個masu 來告訴大家 那懂嗎 這兩個呢 是一體同心 意思就是要 就是masu masu就是要 要有個觀念 所以日本人講到最後面 他講了一個masu 那就是表示說 他要做什麼事 這樣記得懂嗎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下面 下面呢 當然我會幫你用好 完成 完成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ok 所以呢 我 台北玩 去 要 你看一下這邊 跟剛剛說的一不一樣 看一下 私は 對我 台北 台北 ok 那我畫一下 導播說畫一下 那就畫一下 私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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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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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性的住詞 配合什麼 行きます 才會 還有有這個 你的話呢 表示動作的目的 所以 看到一個句子 什麼什麼 你前面 把它是被砍斷的那個動詞 就是你的目的 那記住這種詞形 這種文型 後面一定會有 行きます 這樣懂了齁 好 再念的是 私は台北 遊びに行きます はいどうぞ 好 練習 現在開始要練習囉 練習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邊有五個 我不曉得 各位同學 記起來老師的口訣了嗎 老師施反口訣要記得嗎 有哪五個 好 這裡就是中 對不對 然後呢 分 再來 排 排程序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日文化它 日文 最後一個呢 合併 記住喔 不是生病喔 是合併喔 好 那這樣子完成了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看下一頁 開始 我們的練習囉 OK 這次的練習 不好意思給有點猛 這次的練習 比較長 他呢 我要去圖書館借書 先中文化 沒問題吧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呢 分種類 總類話怎麼分 看一下這裡 教你 一樣 我 沒有問題 要不要理他 句尾決不決定要不要去 Yes Oh No 他愛我他不愛我 句尾在講 導播常常講我講話都不會停 他沒辦法卡 所以我現在慢慢講 去的話呢 欸 放在哪裡 句尾嘛 剛剛講的一個動詞 對不對 名詞 好 再來 修看 圖書館 這次給的圖書館 地名 然後呢 也是什麼 名詞 再來 借書 借書 這個是一個動詞 句 因為呢 它有借 還有書 反正呢 這個先把它看成一個 先看成一個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怎麼變它 開始看一下 還順序喔 第一個 我 主題 對不對 圖書館 目的地 有圖書館 有目的地呢 相對的一定有什麼 有目的地呢 相對的一定有它的動詞 嘛 因為有這個動詞 它才有它去的地方嘛 那借書的話就是什麼 好像比較好看 這邊這畫是目的 這裡才是它的真正的目的 那只是一個場所 對 它目的在這裡 然後呢 動詞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要不要 要不要去 由這邊尾巴來決定 還是去排好了之後 我們來看下面喔 日文化 這一塊要來的 日文化 第一個 私 這個大家都會 對不對 私你們都會 所以對到的是什麼 我 竹竹板 一樣位置 好修改 再來 借書借書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 怎麼說 這一次 ホンをカリマス的時候 它出現了兩個 那 ホンをカリマス 這邊有書 再加上一個動詞 所以呢 它這邊有個名詞 接上了一個動詞 那Anyway 這也是一個動詞句 但是這個動詞句 你不用理它 你就給它放進去就好 不用理它 所以有很多人 在這個動詞句 它有多長 它加多長 加得很長很長 聽起來很厲害 其實太好 因為它只是套公司 所以 ホンをカリマス 借書呢 後面要幹嘛 當然要去嘛 那有一同學 教你另外一個訣竅 有時候 動詞A ホンをカリマス 動詞B 行きます A跟B 哪一個比較大 A VS B 哪一個比較大 當然呢 是B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才能夠借啊 你不去怎麼借 對不對 你只在現場當然不能借 你要去才能借 你沒有去圖館怎麼借 所以記得 比較重要的放後面 所以呢 我開始講 所以圖書館 私 図書館 ホンをカリマス 行きます 接下來要把它合併喔 好 下面怎麼併它 OK 合併它 試試看 好 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填填看 剛剛老師講過 主語 對不對 後面呢 加什麼 助詞 加什麼 我沒錯 図書館 後面 有一個行きます 所以這裡要放什麼 這裡要放的是 A 對 本をカリマス カリマス 因為它是什麼 動詞句型 所以マス要不要留 不用留 就直接把它砍掉 砍掉加什麼上去 你 比如說 剛剛有講 把你加上去 所以變成 私は図書館へ 本をカリに行きます 這裡的助詞呢 不用離開 它就留著就好 一樣留在那邊 所以變成 私は図書館へ 本をカリに行きます マス呢 表示要不要 要的話就是マス 不要就是 マセン 好 開始念是 私は図書館へ 本をカリに行きます 來どうぞ OK 最後看一下答案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完成完成完成的部分 OK 完成部分 完成的部分 來看一下 這邊 私 這邊 對 畫一下 完成的部分 我 私 就是我 或者我 私 書館 讀書館 本をカリに行きます 這邊比較特別 我剛剛講過 這邊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 借 動詞 去加上一個名詞 所產生的 一個句子 那這個句子呢 是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呢 以後啊 這個部分 有些人就是會把它造很長嘛 剛剛講過 就是把它造很長 它就會變得很厲害厲害 事實上 只是好公式 還好 那記得 後面的這個マス 一定要這樣 殺掉 不要 然後加一個に 那に在這邊 這邊呢 這邊就給你 所以一樣 私は図書館へ 本をカリに行きます はいどうぞ 私は図書館へ 本をカリに行きます 那這個部分呢 記得 要 就是什麼 マス的意思 知道懂得嗎 這部分不要忘記 好 那 今天呢 講了一個 文型 練習的一個文型 大家都 講得還不錯 那我們今天節目 到這邊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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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 絕對老師這個頻道還不錯 幫老師推薦給其他的人 按下小鈴鐺 訂閱喔 OK 好 那 寒くなってきたので 已經變冷了天氣 所以呢 お体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大家保重身體 好 GTV タチバナチャンネル また 拜拜 再見 65